5月12日15时48分 一场明治婚礼在广西柳州市城中区举行 六对新人在柳州东门城楼下举杯敬天 俯首谢地 许下一声的甜蜜誓约 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为官 婚礼氛围 开礼敬香 轻盈 行对拜礼 行同老礼 交换信物 指手行礼 证婚人签赠 鸳鸯礼书等多个环节 均由当地民政部门从明代理学典籍中借鉴而来 希望能让年轻人在现代婚礼的基础上 了解传统婚俗中仪式和礼节的含义 仪式上的礼节颇为讲究 每个环节都有其历史内涵 给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例如 行执手礼 源于诗经的死生窃阔与子承说 只子之手与子偕老 死生窃阔就是生死离合的意思 意味夫妻而人执手 不论生死离别都跟你说定了 我捉你的手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古人的习俗都是从书本上面了解到的 但是这个活动它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教我们认识到这一块 还有就是夫妻相处之道吧 相互之间是相互的 是共融的 所以这个是我感受比较深的地方 本次明治婚礼的举办场地东门城楼 始建于公元1379年 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选择在明代城楼下举行明治婚礼 主办方也希望能给新人更为庄重的仪式感 它是明昏52年的一个古城楼 那么我们之前也经过研究决定 在这么多朝代的这些传统婚属里面 我们就选择把它定位在这个明治 就是明朝的一个婚礼 我们就是大明婚典 我们从这里面就是吸取了一些细节 比如像三叔六里这些 我们会保留一些纳财 这种一些相关的小环节里面的体现 把它在这个活动里面进行一个展示 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进行一个小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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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